日本受到暴雪影響 至于在台湾地区呢 是受到寒流 还有华南云与区 东夷的双重影响之下 未来这一周 都是比较湿比较冷的 我们看到今天下午 新竹出现了7.2度的低温 另外台北桃园同下创下 这是今年观测站低温的记录 而且低温呢 不是在清晨 是在下午 相局表示说 这波的寒流 最快要到13号 也就是礼拜四才会减热 但是在这天呢 气温大概回升了2到3度 到了礼拜五 也就是情人节 还有这个元宵节 一样还是湿湿冷冷 点餐 加料 接着咬汤 装带 工作人员手几乎没提过 热乎乎的糖水 红豆汤 烧仙草 补完一桶 又一桶 芋園小汤園旁边也是摆满桌 备站上阵 却是为了应付远远不绝的 人潮 今天多了两三层 因为温度突然降到11度 真的说实在 我连我自己也蛮想喝一碗热的 真的很冷 就怕客人上门没得买 料还剩1分之1就赶紧补上 从一旁准备回收的配料盒 堆得像小山一样 就知道用的有何凶 点了什么东西 热豆花 然后加了那个粉圆 然后芋圆跟那个绿豆 吃的身体比较暖 对对对 吃一点比较暖和吧 不只现场卖翻 外送订单量更是一张比一张多 实在是因为太冷了受到寒流影响 10号台北清晨出现9.4度 下午5点11分 新竹就有7.2度 下午1点多到2点多 桃源新屋也就有7.7度 淡水7.8度 比清晨气温还要低 我们也都有持续的发布低温特报 要提醒大家呢 从台南以北 宜兰 还有在外岛的部分呢 入夜到清晨这一段时间 是很可能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 气象局表示 接下来一周气温都偏低 周二开学日 低温同样下探9度 礼拜三稍微回升一度 磁场好清晨后 寒流才会减弱 但冷空气还在 前一节低温只有11度 加上黄南英语区带来水气 全台仍旧有雨 地感温度会更低 民众还是要特别注意 暴暖才行 记得往前回高家屋 还有报道